第一道就是廣東承進女子龍舟隊 二道就是廣州律師女子龍舟隊 三道就是廣州國際龍舟隊 四道就是吉隆坡野蠻人龍舟隊 五道就是廣州水傑女子龍舟隊 六道方面就是南方醫科大學女子龍舟隊 這就是小決賽 就是爭奪7至12名的排位賽 就是說獲得小組的投名衝刺 最後就是排第七 三道廣州律師女子龍舟隊 三道廣州國際龍舟隊 現在檢錄中 逐到他們的隊名的時候 他們都齊齊齊齊大聲呼應 這也是他們的團結精神 但是起碼先拿起氣勢 對啦氣勢 誰咬得大聲一點 龍舟就真的好講氣勢 這件事好緊要 一鼓作氣 沒錯 六百米其實剛才也不斷提到 六百米其實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其實對於你說 在中間想有一個間隙可以休息一休息 是沒有的 六百米是沒有這樣的機會 讓你休息一休息 其實基本上就到最後就是咬緊牙關 一直爬下去的 講到田徑這樣算 四百米大家都知道 其實四百米是很難跑 很嚇人 很嚇人跑的 其實你可以對應龍舟競逐也是 他就多二百米六百米 六百米又是很難的 沒錯 有些傷勤的 有些傷勤的 五道六道先後 好了 現在就在這裡取齊緊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我們這裏的珠江江面 其實應該是屬於一個公開的流域來的 有些水流 所以要取齊 好了 比賽也是正式開始了 齊七七一起上 看到一道的廣東承進 類似龍舟隊 齊心協力暫時佔了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然後看過去也看到四號艇吉隆坡野蠻人龍舟隊 都是咬了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三號艇 廣州國際龍舟隊也是不甘是弱的 在這個鏡頭看下去 六號艇 南方醫科大學女子龍舟隊 似乎已經帶來了少少一個龍頭的位置 但是不是說跋離得很遠 一四六 暫時稍稍領先住 看看中程的時間當中 誰能堅持下來 這是非常之關鍵的 而且旁邊有人這麼厲害 也激發到自己那條艇的選手 他們那種奮鬥的精神和拼搏的精神 你看剛才一號艇的那個鼓手 就是來自廣東承進女子龍舟隊 這位女鼓手 剛才的位置 眼神就非常之銳利 好 看到這裡看下去 吉隆坡野蠻人龍舟隊 都位於一個不錯的位置 四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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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野蠻人龍舟隊 她的女鼓手 她打鼓的那個態勢 又有點不同 好像打下去 好像忍著到你疼了一個挪鼓 那樣 怕著打穿那個挪鼓皮 看回這邊 媽媽進入到尾段的時間當中 暫時四六始終還是領先著 到最後 誰能夠咬緊牙關堅持下去 其實這個時間 你看到有很多的爬手運動員 其實臉部表情已經開始僵硬了 誰能夠堅持下去呢 是 剛才說笑而已 那位女鼓手 其實她是那種耐力的爆發 其實叫自己的爬丁 來啦 來啦 樂力點 樂力點 那種感覺 自己的特色 對 最重要就是能夠出到效果出來 對 這個角度 慢慢進入到紅波波 最後一百米的位置 也是最後衝線的時間 四到六 四和六 暫時是齊頭並進 南科爾方大學類似龍舟隊 以及吉隆坡野蠻人龍舟隊 到時候看看誰最終 首先衝線 這個角度其實不標準 是啦 我們看看到最後 十米的時間 可能就是將他一兩搖 沒錯 叮叮碼頭齊頭並進 最後俗語所說要拍照 可能就是一個龍騷位 要量一下 不知道怎麼量 那要等裁判組最後的判定 這個就是我們肉眼無法 告訴大家 究竟是四號艇爺 還是六號艇爺爺 兩條龍舟叮當碼頭 越過終點 我們就真的看得過癮了 幾乎是同一時間衝過去 是 講笑這樣說 拿一條龍騷過去 是啊 真的 但是裁判那邊 其實要等他們到最後的成績公佈 才能夠確出 決出到最後小決賽的成績 七到八名很接近 很接近 拍到四號艇的女鼓手 剛才都讚過他的 來自吉隆坡 馬來西亞 終於看到這些女鼓手的表情 是放下了 心頭大石 還有一件事 剛才我們看到一個大學生組 現在有一個女子公開組的比賽 其實這些是以往的龍舟活動 或者龍舟賽事當中 是很少見 現在慢慢慢慢地 就真的叫融入到 我還聽說 在那些地方 還有一些少兒組的龍舟賽 就是為那個後備人才 小朋友培養後備力量 就是猜對建設 很厲害 所以現在看到就是說 能夠親身參與到這個龍舟的機會 其實是越來越多 大家就真的可以是 親身去感受 而不是只在案上看 沒錯 對的 其實就 父輩就上場爬龍舟 如果 兒子或者孫子 比較小的 抱在手裡 也去到現場 感受一個氣氛 甚至可以 用水 啪啪去他的胸口 兒子來說 就感受一下龍舟水 啪啪的胸口 天明哥又可以 天明哥又可以 聰明一點 快高掌大 下巴的胸口 兒子就 壯壯壯膽 厲害 以後到你上了 對吧 從小感受那種氣氛 好像見到我們 看大型的國際足球比賽 也是 球星很喜歡 保育兒子入球場 這些就是感受 從小開始去感受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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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錯 順時 過